我們是Made in Sample 我們會名師就是用一些Sample去做一些產品 或者做一些設計服務 物料我們就來自室內設計 或者是建築公司 甚至是一些材料的供應員給我們 物料不是去過垃圾桶的 某些人收的物料全部都是未經用過的物料 通常我們就像後宮佳麗一樣 十塊布我們先選一塊出來 然後讓客人去選擇 所以有九成的布其實都沒有出過街 沒有人見過 這些布這個牌子是來自美國的 我們每開一箱布其實都是不期望的 還有東西是每次開都會有驚喜 變成我們平平在一起 最後都是給回驚喜的顧客 生產流程就是收物料回來 把布料整合了不同的顏色 舉例一個箱順箱面的需要48塊布 我們就會摘好一摘 然後就會寄過去一個庇護工場 然後給庇護工場的學員 他們就幫我們做畫紙樣和剪紙樣 做了這兩個步驟之後 就會回到這裡 然後再外發給不同的退休女工 退休女工收到的時候 他就已經分透了顏色 還有他知道這一摘的布 套起來就會變成一個產品 因為我們以前是在一間社福機構 租一個地方去做我們的studio 就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發現原來他們很厲害 他們不是我們腦裡純粹想到 接信封、貼貼紙這麼簡單的東西 他可能是車直線 駕鑽剪布也可以 他幫你做一些釘裝也可以 其實很多事情他們可以發生的 其實 我們的studio 裡面有一間房間 被人出租衣車的 其實目的除了我們自己打扮的用之外 其實都想多些遮遮他們 他們找回自己 因為其實他們是認識車的 還有他們想車的 其實是給一個地方 他們可以拿回以前的回憶 還有不要忘記自己還有一個審藝在這裡 我自己在做這個過程 我觀察到的就是 新的年輕人二十多歲 那些 他們會開始想多做一些手作的東西 那我發現好像有一個橋樑 可以把這兩班人拿回一起 那變成我們現在在做一個community 是把以前的一些很輝煌 一些很有技巧的東西 傳承給一些他很有興趣 也都很想做紡織 或者他很想奢侈的一些年輕人